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网上的朋友 大家好 上个礼拜的信息 我给了一个题目叫信徒的吊诡 讲了一个很重要 我觉得是很重要 但是常常也被我们信主的人所拒绝的一个属灵原则 就是逼先有受苦 才后有荣耀 我们很多时候倾向是希望马上跳到那个荣耀 得到最好的 但是却不要经过这个伤痛困难的一个时期 我记得我成长的时候了 很多的属灵的前辈 都会教导我们要有一个为主受苦的心智 后来又有一些人会教导我们也要有一个为主受骗的胸怀 但时到现今 我们已经很少很少听到这样的教导 今天的讲题是 结书的开始 其实在某一个程度 这个也是一个吊诡 今天对于我的确是一个结书 又是一个开始 结书的就是结书了超过一年的录播 在这段期间 在一个没有会众的一个房间 面对镜头和一个microphone 录制信息 然后之后把它上载 那开始的确有点不习惯的 时间上往往也很难控制 最近我有机会看我从第一天 开始录影的那些的信息 就看到那些很大的转变 我的确觉得了 我会很怀念过去的日子 但毕竟要做的还是要做 要结书的还是要结书 要开始的 要应该开始的 这要开始 那开始什么呢 我觉得开始的就是要渐渐的 很有耐性的 重新启动教会的事工 那各位弟兄姊妹 我相信大家可以想象 从一群已经一年不见的人 或者是一年不见的不同的个体 要重新建立再次成为一个群体 一个属灵的群体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若是只靠我一人之力 一定做不到 我需要主耶稣 我们需要主耶稣 我们也需要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要一起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属灵的家 我们要同心协力 我们一起要共同创造一个新的将来 一个更新的罗审华人宣告会 所以我呼吁大家 在下个礼拜 在福活节的那个早上 他初回归的第一步 从下个礼拜开始直至宁行通知 主耶崇拜都是国语粤语联合 而且会现场直播 按照教会的传统 今天是Palm Sunday 就是叫中之礼拜天 是纪念主耶稣骑驴 进入耶路山 那讲到那个中树 我们在南加州居住的人 其实很容易看见中树 而且我们也经常也会看到 有些中树吃了 被丢在地上 但是以前我在西雅图居住的时候 其实很少 比较少看见中树的 我还记得 几年前在西雅图牧养教会的时候 有几个 我觉得是很有艺术细胞的 那个地上姊妹 其中有一位姊妹 她就专是在教会的一些的节旗 就帮我就布置那个大堂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的 那个宗旨 就是礼拜天 这位姊妹 她是带回教会了 就有两根的宗旨 她就说她从她邻居里面 那个院子里面捡回来的 所以后来当那个聚会结束之后 她就告诉我 她是偷偷地在人家的后院里面捡的 我就是给她弄到那个啼笑皆非 中之礼拜天或中之节 当然除了是 耶稣是骑驴 包括了几个很重要的 这几天 都是我们经常会纪念的 礼拜四 我们叫卓珠节 英文是叫Monday Thursday 然后礼拜五 我想最多人认识的 就是寿难节 Good Friday 那礼拜六 是叫黑社 礼拜六 Black Saturday 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当然也准备了 那个礼拜五 Good Friday 那个寿难节有聚会 所以再次也呼吁大家 所以礼拜五 在七点半之前回来 我们会有一个寿难节的崇拜 当然也也许有点长期了 但是也也是再次呼吁大家 在福活节的清晨 早上七点钟 可以回来参加福活节晨曦 成熙崇拜 成熙崇拜之后 我们会有简单的早餐供应 也鼓励大家在等待 到那个十一点十五分 开始聚会之先 也可以用那段时间 也许有些团契已经好久 没有聚的了 没有聚会的 没有有机会见的了 就希望大家用那段的时间 也许也可以做做团契 再度说十一点十五分 总开始了国语粤语 联合福活节的崇拜 今天我会从马可福音 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 为大家分享信息 那让我们可以回到 第一个中之礼拜天的那一天 我们可以看一看 当时的情景 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 有这样的记载 他说耶稣和门徒 将进Yellow Satan 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 在橄榄山那里 那在这边 这一节提到几个地方 那也许我提提 这两个地方的英文的名称 伯法奇就是Beth Faget 然后伯大尼就是Bethany 或者是Bethania 其实我在礼拜三的祷告会的时候 其实我也提到 你看到那个BETH Beth 或者Beth 这个字 其实那个意思是家 或者是乌的意思 我在礼拜三的时候 我在礼拜三的时候 也给了两个地方 大家很熟悉的地方 作为那个例子 伯特利就是Bethel 这是神的家的意思 然后伯利恒就是Bethlehem 就是那个食粮或者面包之家的意思 那么伯法奇和伯大尼又有什么意思呢 伯法奇就是无花果之家的意思 或者有些人理解就是 一些还没有熟的 无花果之家的那个意思 然后伯大尼 伯大尼就是枣之家的意思 所以很明显的 伯法奇是种植或者是盛产无花果的地方 而伯大尼是种植那个枣的地方 让我们也了解当时的那个地理环境 从这个图你可以看得见 如果要从那个耶利哥到耶路撒冷 伯法奇差不多是那个逼经之路 从耶利哥到伯法奇 虚实差不多那个距离了 差不多是有十英里的路程 因为要上山的缘故 我经过那个盖蓝山的缘故了 所以一般人需要那个三四个小时 才可以走到的 那我不知道那个他们在路上的时候 门徒的心情是怎么样 也可能他们都没什么 但是我可以想象到 耶稣的心情一定是非常沉重 一定不容易过的 因为他自己知道 他也要踏上人生最后的一段路 他也知道他快要完成在世上的使命 这些都要在几天之后 这些都要在几天之后 都要发生的 那我才想他一边走 一边会看他那个十二个门徒 看见当时豪放的彼得 更看见将来为他寻导的彼得 一方面心里是发酸 另一方面也为了他感到自豪 是的 他知道他将要大大的使用彼得 耶稣也看见约翰 自己心爱的门徒 一个可爱的年轻人 那主也看到在白摩岛的那个老约翰 他看见他为他写了启示录 这同一个的门徒 这个使徒 是的 主知道他也会大大的使用他 但是他也看见尤大 一个其实很会管钱财 一个精打细算的一个人 但是耶稣也看见尤大手脚不干净 也看见在不久的将来 他会出卖他 那如果你是跟一些人一起来看这个信息的 或者你身边是有些人的 我希望你可以转转面看看他们 或者也可以思想一下 或者如果你身边没有人的 也许你许可以思想其他的 你认识熟悉的一些的精神姐妹 他们将来会是如何呢 主会用他们吗 或者是他们会跟随主 还是要走一条世界的路呢 当然同时间我也 我也请你也看看你自己 你将来又是如何呢 主也会用你吗 那为何觉得神会用你 或者他不用你呢 你要走一条熟天 还是熟世的路呢 他们就一路在走 耶稣就一路在看 可能走了一段时间了 他们也已经接近那个伯法期了 门徒开始累了 主耶稣也累了 所以耶稣就打发 两个门徒为他办点事 但是我自己觉得有点奇怪 为何马可没有告诉我们的读者 这两个门徒是谁呢 我当然如果圣经没提到 这两个人的身份 我也不想猜 但是我毕竟还是好奇的 我就问 为何马可不告诉读者 这两个门徒的身份呢 是的 我没有一个 没有答案 但是我还是在思想的时候了 后来就突然就我问我自己 知道他们的身份 真是那么重要吗 也许我也问大家 重要吗 知道他们的身份重要吗 我不晓得为什么 我当时我当时是重要 我自己的答案是 当然是重要 虽然这两个门徒 我们等会再看的时候 知道他为主耶稣所办的事了 不是什么那个 大事的 也不算什么是很大的贡献 但毕竟他们没有工也有牢 而且也许是我的缘故 我们这一代了 很接受的一句话 就是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就是归功于那些当德的人 这当德是功劳的人 突然 这好像有声音 就是对我说 那么 你会介意吗 当然我听不懂 这什么意思 然后好像有一个解释说 你为主做工 如果没有人知道是你做的 你会介意吗 你跟着也好像是说 你跟着也好像是说 如果你多年为主做工 但是到今天为止 你还是济济无名 根本没有什么人认识你 你还愿意为主做工吗 在那个时候 我才明白到做一个门徒是什么一回事 或者是我那个时候才明白到 做一个仆人是什么一回事 仆人不需要为自己建造一个王国 仆人不需要为自己给后世 留下那个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字 legacy 留下遗产 或者是一个榜样给他们 他们可以跟随 而是也不是要我们要扬名立万 我们不需要留名千古 那什么是仆人呢 那天我了解到这个仆人 原来就是一个随时后命 就是尽心尽力为此办事的人 不计较人 人是否会认识他们 各位弟兄姐妹 仆人的动机 就是为主 这两个字 而不是为己 仆人的目标 就是要满足主的心意 而不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 仆人就是那个主要我去 我就去 主要我来我就来 主要我走我就走 主要我跳我就问 要跳多高 那么 耶稣 拆配这两个门徒 要办什么差事呢 在西章的第二节说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一进去的时候 逼看见有一批驴区 山在那里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可以解开牵来 那五个很清楚的行动 第一个去 go 进 enter 看 find 解 untie 牵 bring 那在能力上 这两个门徒绝对可以做到 这五个行动的 那我问大家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不问自取的下一句是什么 视为贼也 那如果我是其中一个门徒了 我会忧郁的 我会担心 有人就是以为我是贼 因为我如果要我去 我就看到那个驴区 我就把那个解出来 然后就把他带来说 人家是不是要看我 就很自然的就以为我可能在偷 我相信你有理论上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 用的看法的 所以耶稣知道 这里的门徒心里的疑虑 就对他们说 若有人对你们说 为什么做这事 你们就说主要用它 那那人逼历史让你们牵来 这样的指示 最少对这两个门徒都已经足够了 他们都去了 第四节说 他并看见一匹驴区 山在门外街道上 就把他解开 好像很容易了 就要把他牵走了 但是就如耶稣所讲 真的有人问他们 你们解驴区做什么 门徒就照着 耶稣所讲的就回答了 还记得耶稣说的是什么吗 也就是说主要用它 所以我相信的门徒 当他们用到这个 passcode 这个password的时候 他们也不晓得会行不行的 但是竟然 他一讲到主要用它的时候 那个人就让他任凭 他把那个驴区带走了 it works 这行的原来那个password 那个passcode 是正确的 是对的 在第七节 他们把驴区 就牵到耶稣那里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耶稣在旗上 那我再问大家 那耶稣要这两个门徒 拿走 这批驴区 作为自己个人的用途 那这个行动 你会怎么样描述 你会叫这个行动是什么了 那如果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也许我都直接给达到那个答案 或者给大家两个选择好了 借用 还是征收呢 不想你觉得是借用还是在征收了 那其实两个都是的 从人的立场 或从那个朋友 那种关系的再来说了 耶稣是在接用 但是从王的立场 耶稣在征收 因为一切都是属于他的 这好像在周章经文 马可其实也告诉我们 耶稣就是那个君王 如果他君王的 他是绝对有那个权利 可以征收任何属于他的东西 要来 入围自己来使用 但是无论是借也好 征收也好了 在那天主用了这一批的颅区 他用 就好像之前他也用过一条船 不应该是说 他如果是用借 他之前也借用过这一条船 一条船 之前也借用过一个小孩的一个午餐 主用了一条船 这个船就成为他的讲台 是很多人在属灵上 灵里面得到饱足 主要用了一个小孩子 小朋友的那个午餐 五个饼 两条鱼 是到五千人 那个赌服得到饱足 是的 平凡的一个 一批的颅区可以做什么呢 这好像平凡的一条船 平凡的一个午餐 但是若是被主使用 就可以变得极不平凡 那天 这批 耶稣用了这批的那个小驴 让人知道他就是他们期待已久的那个王 在那天 这批小驴不再是平凡的一批的颅区 因为主耶稣用了他 那天他成了王的做器 第八节 有许的把衣服铺在路上 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 砍下来铺在路上 如果你留意了马可没告诉我们 是怎么样的什么树枝 但是约翰有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三节有这样的记载 说就拿着中树枝出去迎接他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中枝礼拜天 就是这个缘故 他们就进程了 前行后涌的 很多人都喊着说 在第九节第十节说 和撒纳奉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和撒纳 那 经文里面那个马可最少还解释 让我们知道和撒纳的意思 这是拯救的意思 求救的意思 英文是save now 耶稣当日就是这样的 骑着一区的旅区 受到拥戴的荣耀的进入耶路撒纳 那其实 我还是不明白的 主耶稣为何要用一匹的旅区 一匹从来没有跟他做过的 没有任何经验的 一匹的小驴呢 我问自己 如果我是主耶稣 我会怎样进耶路撒纳呢 如果说我 我可能会骑一匹骏马进城 很威风 若是今天我会选择有一个司机 开步那个Rose Royce进城 如果是我喜欢自己开车的 我就宁愿就开一部最名贵的跑车 好像这一部车一样 这一部车叫Bugatti 都是2021年最贵的一部车 没想到车仅是差不多四百万美元的一部车 为什么 派头吗 我觉得这才有那个王者之风嘛 不想大家是否会同意 但主耶稣没这样做 他不是讲派头 他不是要搞高调 他也不需要做那个超级明星 而且他是 而是他要做我们那个 谦卑的王 我们的Servant King 我们的奴仆 君王 主耶稣走这样入城了 但是当我在继续思想的时候 我突然就理解 其实重点不是在乎耶稣在那天怎么样入城 而是在几天之后他怎么样出城 而且那天 那个奴区被负负着主耶稣入城 对于这个小动物 这绝对是一个重担 但几天之后 主耶稣自己要背着十架就是那个横路出城 入城的时候 入城的时候 人是把他们衣服放在地上 几天之后 出城的时候 他的外衣被脱去 在那天 主耶稣用了那一批的驴区 我其实问 若是今天主要用怎么样的人呢 主会用我吗 主会用你吗 一般的答案是 Ready will enable 就是那些随时候命 愿被使用 很有才干的人 那我可以接受 愿被主用 我相信某一个程度 我们都可以 随时后命 但是真是 谁敢说 是很有本事 很有才干 最少我不敢 我只能 对主耶稣说 主啊 求你使用我 但是要加添我的力量 给我力量 我相信 我们的主会用这样的人 就是 Ready willing enabled 就是靠主 加力的人 那的确我相信 主可以用任何的人 但我相信 主耶稣 从 骑驴进入到耶路撒冷 最少 最少从这一个故事当中 主会用上的人 就是那些 尽心等待的人 全心 顺服的人 甘心冒险的人 专心 信靠 信靠 他的人 为他做工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主 感谢你 感谢你 使用到一群 其实很不配的人 就正如你之前 用一批的驴区 或者之前 你用个小朋友的午餐 或者是之前 你用到 彼得的一条船 求主你 这是继续的 也使用我们 也好让我们成为一群 就是配得你使用的人 再次感谢你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Amen 在散开的时候 请接受祝福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赴上帝的爱 圣灵的感动和交通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Amen